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妆里面产生发劲的要求 即是我们发劲的全员在腰马上 和身体整合里面一起发挥出来 然后我们上步 当移动我们怎样去体会重心胸 我们可以讲一讲由陈式太极拳 太极起飾进去金刚倒吹的动作 好 那我们去太极起飾 我做快一点点 接着这里转马 提步链下去 好 移动出来 好 上起 金刚倒吹 在这个金刚倒吹里面 移步就很重要 我们这里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彭势 彭势彭势彭出来 而彭势你的力大 正所谓四两拨千斤 然后我们会引进 引进的同时 我的脚要转重心 因为你打起来 我转重心到底我是坐在哪里 如果我的重心是坐在后脚 我跟着要上后脚 即是说根据一套动作 我要这样上这个步 那你就试试行不行 行不行 所以说当我转步的时候 起的时候 就不应该 是将重心坐在后面 而拿起了一只右脚 这样转动 即是说 你自己打就没问题 自己打这个动作就很顺利 但如果我们说当对的时候 所以师傅说我们起跡的时候 就不应该坐后 坐后你要知道 跟着的势是什么 你下一个动作想做什么 铺牌做什么 如果你铺牌 是要做一个铺牌的话 上前的话 你就不应该坐 因为当我 你打我 我这样的时候 你的直力里面大横劲 我们说直力就大横劲 正所谓直中大横 横中大直 如果我要避你的直力 你其实直力当中大横 我坐后中 我还怎样可以上到左脚 即是说 如果我是应用上 不合理 但当然 你当作是一种太极拳操 就没问题 但当你在拳式里面 去寻求真体 就有问题 所以这个 应该是这样打的 即是当我下跌的时候 是否你的势经被我带过去 你背向我 好了 接着 出脚了 然后 你的脖子松 是不是敌移动 重心胸 而我们怎样移动的时候 令到人不胸 就是要掌握 姿势要做到 我们说 周身无缺陷的活动方式 远转无缺 正所谓 立如平准 活如车伦 这个太极拳论所说的 那么详细 就有机会再说 是什么意思 好了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 如果坐后了 那怎么办 我们说后面的动作不同 即是说 你打我 我被 是否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在这里 我将重心化移走 是不是 这个是可以的 那我就产生什么 这个叫做两移左右转 这边 我这里便会做了 1 2 这样也可以 没问题 即是说 如果我们跟着走八卦 那我可以走的 通常这些 打到这样的伸化 步法 走圈 那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说 我们下一着 是要上步 那就不行了 所以这里有一列 我的脚铲 这个位置 OK 同一时间做完 这里有这么多东西 好了 接着再棚你出去 可以吗 棚你出去 我又不是放你走的 是吗 这里 提 膝顶 这里 这个竹就是起到下 不靠竹 彩裂 行不行 身体就成棚 是吧 当中便是彭理势案 采裂 爪就是聚爪 靠是什么呢 靠就是靠近了 我现在聚下来 如果你把手聚了就爪 这个不是爪打 爪要冲 所以在这个金刚倒锥里面 已经有爪了 靠爪 你一沉 你再扶我 是吧 然后在这里 你再扶我 一沉 爪 这里的身体如何 一靠 靠就要崩 崩 这样 看到吗 靠 身体有很多地方 肩靠 团的靠 挨靠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靠法 一沉 爪打 这个都是靠 明明我现在用肩打 这个就是金刚倒锥 这么简单的动作 已经齐了四正四鱼 是的 所以四正 就先要有四正 然后才会产生四鱼 以上就是这样 其实 怎样打法 都无相大雅 最重要就是 你觉得怎样打 为之适合自己 看看做没有什么问题 师傅 如果那个练法法 用法是配合不了的话 如果再练下去 会不会是 有些 练错了 练错了 其实拳练错了 就是最重要 不要错什么 不要伤身体 练的方法不对 会伤身 最常见的就是 伤身头哥 姿势不好 呼吸不适量配合 有种种因素 最重要就是 不要练伤 如果正确来说 就不会练到没有事 就打到有事 但是你说要说 什么是太极拳 和太极粗的分别 那你就要考究了 怎样为之合理 因为一套拳 其实是说 它的应用上的变化需要 就不会说 我练一套拳 就是一套 用 就是另外一套 你应该是练拳 和用 都是同一个概念 出发的 就是这样 如果你发觉 一套拳的连贯性 的动作 是和你应用上 是不合理的 是有抵触的 就是一套拳 是会打错了 但是当然 你当是一种气功的修炼方式 亦都可以 一种运动 都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练武术最重要就是 强身健体 是没错 正确的姿势 如果可以的话 就应该要 那个动作 和我们的用法 要配合 那就最好了 没错 看这个追求 看每个人的追求度 好 谢谢师傅 如果金刚倒追 有时我会见到 那个打法 对 打法之后 再会提手 就是 各司各法 我们经常说 就是各人理解不同 所以就是 起的时候 变成会先聚一聚 然后再拿起提脚 再踩踩下去 这样去发警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件事 当然如果自己打一套拳 就没问题 如果你说 我们要讲究一套拳的实用性 到底怎样打会好些 合理性 那就要看回 好像我们刚才所说 就是说 金刚倒追 如果我落这一刻 不能够将你制服 就是要打下一招 下一招就是什么 拦扎衣 有机会再讲 怎样做拦扎衣 好 好